你也不能把人家都给搬空了呀 你让人家的上上下下 这么多张嘴 吃什么喝什么呀 这只鸡怎么搬出来了呀 我慢走啊 这是怎么了这是 是我因为上次人大奶奶输了呀 看样子 这清月房是要被搬空着 指导大人下了言令 谁敢说个步子的 你看看 来 如方 齐叔公 我怎么听说 你把清月房的织机都给搬空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制造大人下令要买司招将 全苏州所有的私造房 都是要送上织机的 就算是要送上织机 你也不能把人家都给搬空了呀 你让人家的上上下下 这么多张嘴 吃什么喝什么呀 我们把人家交到你的手上 不是让你把人家给管垮的 知道吗 齐叔公 我现在不光是人家的当家 也是苏州的灵芝 全苏州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咱们人家呢 不少有差池 那就是把人家放在火上烤啊 齐叔公 我先走了 这孩子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我们把人家交到你的手上 不是让你把人家给管垮的 知道吗 这是最近的账本 您看看吧 是 说话 他们都说是我掏空了人家 骂我是不孝子孙 你说大嫂派来的监工 你为什么不骂我 您是主 我是仆 我哪有资格骂二爷呀 也就是说 若是能骂 你就骂了 我知道 你们都觉得是我勾结 曾家姐姐 故意害咱们家 可是我没有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啊 我原以为她最多 就是跟大嫂争个嫌弃 谁知道她竟然得了 制造府的支持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二爷 您还是看看账本吧 我知道你不信我 但是我还是要说 发生的这一切 全都不出自我的本心 总之 我决定了 我不会再跟大嫂 跟秀珊去争来 我要尽可能地守好人家 等将来秀珊长大了 再把这一切都交还给她 你看你看 这不是人家那个盯长 不是吗 明天自理文会 开了一个私道房 你快别提她了 这个人王不议 你家的都不是个什么好人 快点快点 老爷 放鞭炮吧 冰客还没到我请你 再能打 是啊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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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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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任大奶娘 他得罪谁不好啊 偏偏得罪这制造大人 你再看看这曾宝奇 和制造大人十分要好 这小巴结的人啊 都多了去了 你懂什么 把你这个网娘脸 能不能撂一撂 儿子马上迎亲回来了 结果双起临门 丁家私照房开业 要是丁荣大喜的日子 别让人看笑话 看笑话 谁敢了 再说了 那个丫头进了我们丁家 就不再是什么人家的大丫鬟了 妇人之见 人家岂是我们想护人家 能得罪她 那沈翠喜得罪了制造大人 哪还有翻身之日啊 早知道是这样 我们就应该取消这门婚事 出尔反尔 会让接缝临币笑话 我们要是打开门做生意的 更要讲出诚系是不是 算了 反正人已经取进门了 慢慢消吧 吱咱 Frost 营琴的队伍马上就要到了 现在 放鞭炮 你看正厅放的那个 叫万年如意图 是人家的 送给情报的价值 一拜天地 二拜高朝 夫妻对拜 送入洞房 少爷 舒服 舒服呀 谢谢他呀 张高高 是不是呀 装生小猫 比蝴蝶 往地春兴 脱都却 大奶奶 大奶奶 不好了 李肇带着珍宝秦上门 叔叔把秀山少爷带走 好几年没来了 今日一见 一切还是旧日风光 让我不禁想起 所以 当年 和你 还有雪堂兄 一起品茶论吃的日子 原先以为是再平常不过的日子 如今看来 却是难得 什么话呀 二爷 大奶奶说了 你要是念的 舒嫂的情分的话 就不要让秀山少爷被带走 制造大人亲临 我能有什么办法 办法是有的 就看二爷 你舍不舍得 李大人此次亲自造访 说秀山为徒 是秀山的荣幸 只可惜这孩子太小了 见不得风 我大嫂糊得跟眼珠子似的 就没让抱出来 什么叫没让抱出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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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幕ioned Scarra